就拉著我 少康兄你要罵我 你要罵我 你怎麼都不罵我呢 你怎麼都罵謝長廷呢 他已經要當選了 你要罵我啊 簽名見到一半 趙少康分享 當年參選的笑話 說自己也是扶龍王 展現超高親和力 選前超級星期天 他陪同黨籍立委獲選人羅志強 到臨江間夜市敗票 沒想到 羅志強不要躲 在選舉公報政見裡 主張虎骨不可加芋頭的 臺灣維新黨立委候選人朱一鳴 衝上前要向羅志強下辯論戰帖 所信維安人員立刻上前將他壓制在地 雖然下換一旁支持者 但小插曲不影響拜票行程 甚至還有馬來西亞官選團 拿出二十年前 趙少康參選立委的報紙要簽名 39000嘛 政治驚恐嘛 對不對 趙少康魅力無法黨 引起網友們熱烈討論的 還有這件事 顯到金勞卡不稀奇 沒想到上頭的照片和姓名 竟然就是趙少康 另外前總統馬英九七號下午高雄造勢時 不小心口誤要下架 國民黨趙少康以過來人經驗給了點建議 我們可以組這個讀書會 不過賴清德也口誤嘛 他都在口誤 講太快了啦 我覺得很多時候講太快 可能要慢一點 我現在想要慢 要小心吧 開玩笑說要組讀書會 趙少康的幽默回應也稍稍緩解 選前黃金舟的緊張氣氛 請選邱博庭 黃榮參謀等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準備按摩